大家好,主播坎坎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领先业界的2奈米平台技术N2制成节点作为一种先进的逻辑技术 该公司技术人员日前在IEDM上介绍了最先进的N2技术成功过渡到NinoSheet NS平台技术的过程 以及从28奈米到N2的大于140倍节能运算加速 系统技术协同优化STCO创新包括设计规则、标准单元、SRAM和与3D Fabric的互联协同优化 N2技术已在台积电的开发质量Test Vehicle上得到验证 N2满足所有晶圆及可靠性要求 并完成了完整的1000小时HTOL认证具有高凉率 256MHD-HCS RAM和逻辑测试晶片大于3B门 N2制成2奈米平台技术的定义和开发 只在满足PPACT功率、效能、面积、成本和上市时间 STCO强调智慧缩放功能,而不是满力设计规则缩放 或者会大幅增加工艺成本并无意中导致关键产量问题 在优化这项2奈米,技术已实现目标PPA时 进行了广泛的STCO以及主要设计规则的智慧缩放 例如杂吉、奈米片、Mole、CURDL、钝化、TSV 这项开发还涉及与3D Fabric SO IC3D堆叠 和先进封装技术Info CoS变体的共同优化 从而加速AI行动HPC产品设计的系统集成扩展 N2 NanoFlex标准单元创新不仅提供了奈米片宽度调制 还提供了多单元架构所期望的设计灵活性 N2短单元库可实现面积和功率效率 选择性使用高单元库可提升频率以满足设计目标 结合跨越200毫伏的6伏特产品 N2可提供前所未有的设计灵活性 以最佳逻辑密度满足各种节能运算应用 N2以预计的成本和上市时间 提供具有吸引力PPA值的全节点扩展 速度提升约15%或功耗降低约30% 晶片密度扩展大于1.15倍 从16奈米到7奈米二分节点 使用了多代具有漆片减少功能的SI-FinFET 高千一律通道电晶体采用业界首创的零厚度偶级磁 帧多VT7瓦图切割金属炸集和炸集接触过度激活创新 将FinFET架构扩展到N5节点 FinFlex DTCO与其他关键增强功能相结合 在最后一个FinFET节点N3中 成功提取了另一个全节点PPA优势 N2平台技术成功完成了 从FinFET到节能奈米片技术的过度 优化了的标称炸机长度NS电晶体 具有出色的DIBL和紫玉纸百幅 长炸机长度NS电晶体实现 接近理想的60.1毫伏每DEC百幅 另外N2NPFET的六个VT 范围从极低VT到标准VT 跨度约为200毫伏 SI数据非常接近匹配所有六个VT下的 环速度待机功率Speed at Standby Power 自N5以来 这种多VT功能是通过第三代 基于偶集子的多VT集成实现的 该集成包括N型和P型偶集子 许多工艺和设备改进 不仅侧重于通过薄片界面厚度 结工程 掺杂剂扩散激活和硬力工程 来设计电晶体驱动电流 而且侧重于降低SIFE 以实现一流的能效 所有这些改进时 NSNPFET的ICV速度分别提高了70%和110% N2奈米片技术在0.5V至0.6V 的DVDD范围内表现出比FIN FET更好的效能瓦特 重点是通过工艺和设备的持续改进 来提高DVDD Profit or Watt 从而在0.5V 操作下实现20%的速度增益 和75%的待机功耗降低 N2 NanoFlex与多VT相结合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灵活性 可以满足最具竞争力的逻辑密度下 广泛的节能运算应用 整体技术能效和效能也严重依赖于MOL 后端和远后端互联 凭借创新的材料和工艺 无障碍全无MOL可将VGRC显着降低55% 低电阻MOL与电容减小功能相结合 可实现总计约6.2%的IMVD四环形震荡器速度增益 采用新颖的EP-11EUV图案化优化的M1 可将标准单元电容减少近10% 并节省多个EUV眼膜 在最紧密的193IEP-11E工作室 基础通孔层上 可以看到MyRC和VYRC的大幅减少 N2MOL和BOLRC减少了 约大于20% 对节能运算做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台积电2奈米平台技术 包括具有平面钝化 Flight Passivation和TSV的新CURDL 与3DIC共同进行整体优化 从而实现AI行动 HPC产品设计的系统集成扩展 台积电注重优化后端源后端的材料和工艺 以实现全局桥区和局部平面性 从而与3D堆叠实现稳健集成 N2还优化了PTSV STSV用于电源讯号 使其具有F2、FF2B堆叠的CD间距密度 SOIC间间距从9微米6微米 缩小到4.5微米 对于高级节点 SRAM为单元缩放已成为一项挑战 借助N2NinoFlex和改进的开关电流 采用DTCO来最大化BitCell BitLine 为限加载和SRAM外围设备布局效率 从而实现最密集的2奈米SRAM红密度 约38M每平方毫米 N2HCHD下拉Enfit的VT Sigma 又于FinFET导致HCVM降低 约20毫弗 HDVM降低30-35毫弗 HD256M SRAM说明了完全读取和写入制 约0.4弗 凭借创新的景设计和节隔离 N2的逻辑和SRAM拴锁触发电压 均优于FinFET N2中更高的VTRAG可提高逻辑密度 并可更有效地进行DVS产品质量筛选 N2测试晶片展示了健康的CPUGPU功能 N2256MHCHD SRAM始终表现出健康的缺陷密度 平均峰值良率大于80%或大于90% N2256M SRAM通过了1000小时HTOL认证 预度约为110毫弗 通过最小化顺态低压下降 可提供额外的HPC功能 例如超高效能ShopMIM 电容密度约为200FF每平方毫米 以实现更高的FMAX 高速3RDi测试晶片 还演示了功能齐全的 14G每秒LPDDR6核 10G每秒HBM3E接口 总体来看 目前台积电N2已进入风险生产阶段 有望在2025年下半年实现量产 N2P的速度提高了5% 并具有完整的GDS相容性 目标是在2025年完成认证 并在2026年实现量产 先进的CMOS技术一直是半导体产品创新的关键推动因素 自2023年第一季度人工智慧取得突破以来 人工智慧与5G先进行动和HPC一起点燃了行业 对一流先进节能逻辑技术的无限可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